李显龙总理的代表律师指博客盈毅林 利用外国机构向法庭施压 以期法庭做出他无需要高额赔偿李总理的裁决 盈毅林诽谤李显龙总理的一案 评估赔偿额的聆讯进入了最后一天 盈毅林被盘问时承认 伦敦的一个机构提供他10500新元给他打官司 李总理代表律师文达星表示 盈毅林向法庭呈交两份分别来自国际法律家委员会 和菲律宾国际法中心的信件 并指盈毅林是在利用这些外国机构来暗示 如果法庭判处盈毅林必须高额赔偿李总理 法庭将抵触国际人权法制造惶恐气氛 并且是一种司法干扰 法庭也否定了自由表达言论的权利 盈毅林则说尽管他试图证明自己有诚意 文达星却对他百般指责 文达星反驳 盈毅林自面对诉讼以来 通过博文和电邮暗示李总理试图要他封口 他不但没有展现悔意 反而不断攻击李总理 只他有不当意图 盈毅林表示 经过这轮审讯他再也不敢直言 他也说自己质疑政府管理公积金的透明度 但是却被迫害 这时他还落泪 盈毅林被盘问时也承认 他向伦敦一个为媒体和博客提供法律援助的组织 寻求资助 除了金钱 这个组织也为他提供了法律咨询 案件展延到8月底 已让双方提交书面陈词